Dismissing Dismissing是开除 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生病的病人 我到一个诊所去 但是呢我就是跟人家没礼貌 对那工作人员对那秘书嘛 没礼貌或者声音大 或者是说反正就是大喊大叫吧 就是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那么这时候呢那个诊所呢 他就警告我了 说的Dismissing就是我的这个病人的身份 他就就不把我作为病人 他而且他要求我离开人家男孩 就是这个就是他人家事先声明吧 Dismissing是失去开除的意思 然后这个词呢是虐待 你虐待那个别人 Abuse Abuse 虐待也是不允许的 虐待也是不允许的 这个是暴力 暴力呢是Volence Volence 你要有那个要打人啊 或者那就更烈骂了 激烈的愤怒的那种情绪也是不允许的 这个排球啊特别好 我我这个 我这个 Vole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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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排球我大概16岁到22岁期间哈 我玩的比较多 但是正式的技术啊什么规矩嘛的说的不太好 就是隋大陆跟跟人家到点四点前后吃饭之前就是在运动场上运动嘛 大伙都在那我也参加这个我挺喜欢这个的 这是一个团队的Voletball Voletball Voletball 是一个团队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呃 他说我们对廉价外国劳动力的上瘾会伤害年轻人吗 我们 这是问句 is our 这个上瘾 我们的上瘾 上瘾什么呢 就是cheaper 外国的labor hurtting hurtting hurtting是伤害的意思 young people 这是一个节目的那个一个youtube上的一个题目 这就是学长是英语单词吧 这个是说 然后这个new release 这是很早就学会了的词 这new release new release 是新版本的意思 比如说 那个唱片 新发行的某一个人的唱片 比如说 Celine Dion的 或者是 十来二吞的 这个 新发行的那个唱片 他就会写 在那个新的那个唱片上就写着这个new release new release 这个意思就是新的出来的那个版本 new release new release 腐败这个词哈 这是名词在这儿 很早就听有一个人就告诉我这个词我回家查呀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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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腐败 腐败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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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釉的这个引啊是 linguistic addiction 學這幾個單詞